历史像水一般流淌 历史上的今天 讲述历史真相 道出生命冷暖 1月14号 朋友们好 我是江峰 1964年3月3号 毛泽东约林彪密谈 根据已解密的林彪日记 当时毛泽东问林彪说 中国会不会出赫鲁晓夫来搞清算 如果他搞了怎么办 毛泽东说他呀 被人架空了 林彪在回北京西城平安里毛家湾的路上 不停的在琢磨 毛泽东说的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 这个把他架空了的人是谁呢 苏联的赫鲁晓夫是斯大林的接班人 中国呢 那只有 正想着呢 咔的一声 车子到家了 车门打开了 一直怕光怕风的林彪 吃了一惊 冒了一身的冷汗 林彪在日记中明白无误的记录了当时自己的判断 说一场大的政治斗争即将来临 两个月以后 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 毛泽东提出来了 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强力推动四清运动 在历史上啊 中共在进行四清运动之前搞了一个小四清 这四清运动的真实背景是什么呢 1958年赫鲁晓夫批评中国的人民公社和大约记说 你们这套在苏联我们都搞腻了 你们那是不碰南墙不回头啊 苏联对人民公社的批评激怒了毛泽东 毛泽东开始重新强调阶级斗争 他说 要花几年功夫对干部进行教育 不然呢 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 针对干部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在农村呢 就是查账 查经济问题 轻公分 轻账目 轻财务 轻仓库 这就是早期的小四清 但这次运动一开始啊 并没有在全国掀起 大风大浪来 这就很意外了 这以往毛泽东这振臂一呼山河都摇晃的 现在呢 毛泽东外出视察 走遍了全国11个省 但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 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 就这两个书记是见到毛泽东之后 滔滔不绝的汇报说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 毛泽东这一手拿着烟 一手掐手指头 11个省 只有两个省听我的 9个省不谈社会主义 这不就说明修正主义的苗头都到了省一级了吗 中央就出台了这么一个文件 简称 前十条 对四清运动啊 开始火上浇油 当时在中央这第一线组织工作的呢 就是刘少奇 当时的周恩来 邓小平啊 还主管国民经济工作 还放在他的手下 实际上 刘少奇对毛泽东还是言听计从的 对四清运动呢 也非常重视 还亲自派自己的夫人王光美出马 到哪呢 到河北省府宁县桃园大队进行四清 在那里啊 王光美担任工作组组长 在那里他发明了农村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桃园经验 鼓动群众造反独权 来斗争基层干部 不用自己动手 让群众斗干部 用逼供信 体罚 纠斗去达到目的 这什么是逼供信呢 这逼供信其实是两个词 那是逼供加上信 这个逼供就是什么 就是用酷刑把人嘴巴给撬开 获得口供 打出来的口供 信呢 就是采用 你把他这个口供打出来 我就采用 这种方式不仅仅用于政治斗争啊 直到今天在中国的法律实践当中 基层警察经常是使用酷刑拷打 获得口供的办法 农村四清以来啊 毛泽东多次号召各级领导干部要下去抓四清 可是啊 号召来号召去开了多少这个会议 推不动 刘少奇却有办法 他把组织部长安子文给叫来了 对安子文说 不下去的不能当中央委员 不能当省委书记或者地委书记 嘿 这条办法有效了 然后啊 让安子文故意透露这个组织提干的原则 往外吹风 说这次提干 中央定了 你要不下去的话 你甭想往上走 春夏好吗 呼呼啦啦 你看吧 中央各级机关纷纷写决心书 要到农村去 进行社会主义 再交易 其实就是怕官升不上去 那交通好一点的农村 离那个大城市近一点的农村都成了香薄薄了 争着去那里搞四清 那多好啊 白天搞斗争 晚上回省城 于是 光光就在京的中央机关和国务院机关 司局级以上干部 蹭的一下就下去了一千多人 这毛泽东心里就不是滋味了 还不等刘少奇上来表功呢 就冷嘲热讽说了 还是少奇挂帅呀 现在就交班嘛 你就做主席 你就做秦始皇吧 在这个节骨眼上 苏联又加了一份外力 怎么呢 1964年苏联十月革命节招待会 这个时候不是已经苏联已经把赫鲁晓夫给推翻了吗 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对来访的周恩来贺龙就说了 中国人民要幸福吧 你们要幸福 喝了点酒 你们就不能要毛泽东 周恩来回国后马上向毛泽东汇报了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说的话 其实对于毛泽东来说 只要苏联不插手 中共党内什么样的反对派 毛泽东都不怕 苏联这一插手就麻烦了 和中共党内的人有个理应外合就难说了 毛泽东马上采取行动 一个是在北京这个北面修建人造土山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北京北面到外蒙古这全是平原 挡不住苏联坦克 他弄这个人造山的来挡坦克来了 另外一方面的开始把刘少奇当作中国的赫鲁晓夫 对号入座 准备收拾这个25年来的最亲密的战友了 在当年延安整风运动当中啊 毛泽东为了瓦解听命与斯大林的王明的统治 把原来的中共高层领导人排名特别靠后的 当时这个刘少奇还是一个政治局候补委员呢 把他一举提拔为仅次于他的第二号人物 刘少奇是投桃报李呀 定稿 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这一手打造毛泽东思想 在文革结束之后 当时邓小平还论述过这个毛泽东思想 他说 这个毛泽东思想是中共第一代领扰人的 集体智慧或共同创造这种说法 到现在还在咱们的这个政治教科书里面 实际上啊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那是因为邓小平啊 要把自己加三 加到这个所谓的毛泽东思想集体智慧当中去 其实当年呢 刘少奇通通使用的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目的就是为了强化毛泽东的最高地位和绝对权力 什么集体智慧 毛泽东一个人权力就够了 一个人的智慧就够了 几十年后 林彪不是提写说读毛主席的书 听毛主席的话 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吗 小学生啦 你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一套啊 完全就是照本宣科 继承了刘少奇当年在延安时期的那种马屁思想的精髓 刘少奇早就用过了 1943年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 叫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 说咱们抗战打了六年了 来那么一个宣言 在这个宣言上 刘少奇在讨论的时候郑总提出来 说最后一段咱们得加上一句啊 加上什么呢 全体共产党员 必须巩固的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周围 加这么一句 熟不熟悉这句话 熟悉吧 从此啊 中共每次换一个领导 大伙就得换一个核心 换一个为首 直到今天还在高喊 刘少奇的这些政治遗产 至今仍在深刻的影响着我们 毛泽东搞运动 用他特有的方式进行着 不是要打倒赫鲁晓夫 打倒刘少奇吗 他首先先吹风 12月26号 毛泽东71岁生日 当天晚上 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老北京厅 请一些人吃饭 这谁来谁不来 毛泽东亲自拟定的名单 平时不太喝酒的毛泽东 当天晚上喝了一瓶湖南白沙叶 然后就放开了说了 中央政治局 国务院 中央书记处都要排斥我姓毛的 可我还是党的主席 剧委主席呢 你们这是逼我造反 那我就造个天翻地覆 然后把眼睛蹭地对着林彪一瞪 军队不会跟着搞修正主义吧 第二天 毛泽东给与会者发电 说 哎呀 这昨天哪 心情舒畅 发了牢骚 发了就发了 那是我喝多了 喝多了说的话不着束 真的不着束吗 一起喝酒的陈伯达已经揣播到了毛泽东的心思 开始策划一场新的政治运动 1965年的1月14号 历史上的今天 中央下达命令 进行四清运动 也叫做大四清 但是毛泽东看出来了 这一场运动还是刘少奇在指挥着 控制着 根本实现不了自己 要拿下刘少奇的这个目标 不到半年 毛泽东就把这个四清运动喊停了 四清运动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一场预言 王光美当年在四清运动中开创的桃园经验 那些个对人权的迫害 四清运动中那个揪斗人呢 把人的胳膊从后面这么地露起来 当时四清运动叫什么 叫飞燕 飞行 飞行的燕子 飞燕 到了文革就什么 叫做坐飞机 作为中共罪恶历史的制造者 王光美很快就成为了文革的首批被害者 成为了第一批的飞机 而刘少奇面对造反派 想要通过宪法来捍卫自己这个国家主席的时候 他发现 面对他自己亲手树立的这个个人崇拜 和中共的造神机制 自己是那么的颤入 1969年 刘少奇惨死于河南开封 而中华民族也陷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当中 历史上的今天 四清运动 昆虫的宿命 一个是作茧自负 一个是飞蛾扑火 可那忘却了历史 丢失了灵魂的人类呢 主任人蠢沙 谢谢刘少奇惠 刘少奇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